所以推背圖也預示了第二種可能 就是習近平掌權之後 把自己跟中共綁在一起了 拼命的保黨、拼命的加速 搞得天下大亂、民運沸騰 最後讓自己跟共產黨一起被人修了命 現在看起來習走的正是這條慘烈之路 換言之習會跟著共產黨一起被人終結性命 你覺得我為你聳聽嗎? 你看送最後那一句 前人不及後人才 這句話也同樣預示了兩層含義 第一層是習近平如果主動解體共產黨 他的歷史地位跟榮耀就會遠遠超過前面的中共領導人 然後就會手握前綱、天下安 但是如果他沒這樣做 而是走了現在這條保黨路線 就會跟共產黨一起被人解體了 那麼習就會變成那個前人 將來會有更有才的後人出來接體他 也就是未來的真命天子會出現 習當然就變成了歷史罪人了 中文字幕志祥 中文字幕志祥